有些人的下颊线 Grafton Street by a side of the bar She shared a cigarette with me With a brother played the guitar She offered me what does it mean The Gaelic King can you ROM 而有些人呢 离藏双下巴翔成来了 Hi 大家 这里是夏丽琪小队醒醒同学 今天的剧视频非常的突然 郭仔发了我一条毛老师的视频 说快救助我 我一看 NEO 所以今天我们就试一下毛老师的方法 看看能不能隐藏掉像波哥这样子严重的双下巴 我觉得把波仔的双下巴会比 毛老师模特的双下巴还要严重 自然的情况下 都会有一圈阴影 但是双下巴是露出来的 有谁可以这样请抠个1 我们先来看一下毛老师怎么说的 这个高光的位置呢 可以把它往低走一点点 用一点点的阴影 先把这一块这样低 也就是说把这个高光点 从它自己圆来的最高在这 把它向到这边 你会这里有两道硬子 这两道硬子呢 我觉得把这条线最好往后退一点点 这发白的地方你看到吗 先用阴影的接一接 而用高光把圆来发暗的地方去提亮一点 我现在再拿这个阴影 跟起来下起来 这块地方淡淡的 原来里面这里有一道 这道黑反称了这道白 所以呢它就会有个双下巴的感觉 现在把这道黑的减弱 把外轮廓的这个黑的往里面修 那么它就变成了就是一个结构 这个双下巴的这个感觉呢会减弱 我发现一点呢 毛老师的模特的双下巴 和波哥的双下巴 还是有点点不同的 虽然都是双下巴 但是双下巴也有很多种形态 在你脸上显现出来的阴影 也会有所不同 它们俩不同的地方是 从正面看 波哥在自然的状态下 脖子上也会出现一圈双下巴的阴影 从侧面可以看到的双下巴范围 暴露在外面 所以扫阴影是隐藏不了的 再加上笑起来之后呢 脸上也会有这么一道阴影 是这两道阴影 让它的双下巴感非常的明显 所以波哥需要做的是 除了和毛老师一样的方法 把这一道黑减弱 然后把外轮廓的这一道黑上提 使它们这两个颜色色块统一 衔接在一起 消除了这道阴影以外 最主要的 还是要消除下面这一道阴影 其实也很简单 和上面同样的原理 利用光影明暗的关系 加深和上提下颗线的这一道阴影 再把双下巴的这道阴影提亮 视觉上就能消除双下巴的这种视觉感 同时还提升和紧致了下颗线 看到这些人请记得给我们点赞哦 先给我们的东西 要注意修饰双下巴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选对颜色 需要根据你自己的肤色来调 这一块是波哥的粉底颜色 我们需要以它的这个粉底色为准 提亮下巴颜色就可以用比它亮一个度的颜色去提 我是混合着这两个颜色 出来的效果大概是比粉底亮这么一点点 涂在下巴往下的位置 再往上向两边熨染开 下巴就会有被拉起来的感觉 底妆步骤之后 我们可以先用一个粉霜质地的修容来做明暗关系 而且我选的是这么一个中性偏暖的中色 偏中色的好处就是上多了也不会显脏 妆效比较自然 首先我们需要提升轮廓线 让轮廓线更加的清晰 让脖子和脸分开 可以先用手摸一下你的轮廓线的位置 第一笔最重的需要画在这条轮廓线稍微偏上一点点的位置 再慢慢的往上往下的把它熨染开 如果你感觉你的轮廓线不明显的话 可以再在下额骨处再上一层加强一下 这种质地和颜色不容易脏 所以多叠几次也没有关系 同时我们还需要把阴影往上带 带到毛老师说的那一块笑起来发白的这块区域 就是这块区域 越染它之后我们再用海绵带清新的把它拍均匀 再用刚刚调出来比肤色亮一个度的遮瑕 去体量脖子上的这一块双下巴阴影 最深当的条线可以用细头的笔单独遮瑕 可以看一下整体的变化 这一边是不是提升了很多 双下巴的感觉也减弱了一点 两边都画好中间也修饰之后呢 整体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虽然从侧面看修容面积比较大 但是没有声音的界限感 从正面看容阔更加的清晰 还有一点点自然瘦脸的效果 除非你这样双下巴才会出来 笑起来那道阴影也是同样的原理 但是体量的颜色需要注意 我调和的是这两个颜色 只要比粉底亮差不多半个度左右就行 只有这样的亮度颜色才能和周围融合 变成同一个色块 过亮过暗都会衔接不自然 体量凹陷的这块区域 并且往里带可以连带一起体量法令纹 再用海绵蛋让边缘融合得更加自然 压一层蜜粉让底妆变氧光 面部就平整很多 接下来呢为了效果更好 我们可以用粉质产品来加深一下层次 可以用这样子一个粉状的修容来加深一下阴影 第一笔呢还是扫在轮廓线上 然后呢再上下清扫开 越染自然中间深往上和往下就越浅 有高低落差感轮廓感就会出来 粉质的体量颜色呢 也不能比自身的肤色白太多 用这样一个差不多亮一个度左右的粉柄就行了 扫在脖子和脸上刚刚做体量的这块区域 进一步修饰了双下巴同时还有一个定妆的作用 像这一款眼光高光就比较白但不会很闪 可以扫在下巴鼻尖和山根这种需要被拉高的部位 之后我再帮它遮了黑眼圈和修了鼻子之后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可以看一下整体的变化 我再有最后补充一下 可能生活中大家都觉得 嗯是不是太麻烦了好像 如果东西比较多的话会容易蹭到领子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视频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原理 哪一块亮一点以及哪一块暗一点能够改变这整体的一个结构 这个原理生活中怎么方便怎么来 简化这个步骤 拍照或者出现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 希望自己状态比较好的话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 OK 隐藏刷下巴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 请记得给我点个赞哦 这是我醒醒上课了 钓口系列的第四期 其他几期关于眼线鼻影睫毛的 请看这里 后期还会陆续更新哦 请记得关注哦